女星小齐炫拥有流利口条 因登上节目娱乐百分百狼儿杀单元而走红 经约她做客了孙生的节目 聊到自己的童年因应 小齐炫谈言自己小时候 在几个以上的寄养家庭待过 其中最令人猫骨悚然的是 她在六七岁时被邪教家庭收养 当时寄养的家庭落座在深山 每个信徒都会比出奇怪的手势 而在外受人尊敬的养父 却在家中让她挨饿 将她绑在椅子上当作祭品 进行诡异的宗教仪式 摩兹负责处理收养失误的大人 上门探望小齐炫 发现她全身赤裸伤痕累累 甚至被关在狗笼里面 才将她救出来 小齐炫谈言电影咒的情节 跟自己小时候见过的景象很相似 因此不仅怀疑故事背景 是否就是当时的几样家庭 影片曝光后 往我们分分下坏之汗 根本是鬼片才有的情节 这样的经历真的好可怕 幸好小齐炫勇敢的走出来了呢